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讲酷英的AI教学特注 然后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桃园龙兴国中的李懿静老师 然后今天下午差不多我们预计会中间休息10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们的演讲会到4点 然后4点之后会有QA的问题 就是如果老师有在就是演讲过程当中 有任何想要提出提问的中间可以提问 然后或者是留到后面一起提问都可以 都非常欢迎老师 然后我们也很享受接下来跟老师彼此的交流跟互动 然后在开始之前我想要先跟老师来做一个互动 第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老师想到AI你会想到什么呢 就是AI这两个字 对因为像AI真的非常好到处都听得到AI 那请问老师谈到AI的话你会想到什么 老师您可以扫这个QR Code 或者是我贴一个链接放在那个 讨论区这边 老师可以点这个链接继续填写 或者是就是扫QR Code 对老师有两种方式 然后一样我给老师三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们来看看老师们对于AI的想象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想到AI你会想到什么 任何都可以 对不仅限于应教学的部分 你给老师三分钟的时间 老师在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是这个链接上都可以吗 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老师随时举手 对老师可以简单写一下 你想到AI你会想到什么 林慧老师您可以就是透过 就是扫QR Code或者是连接的方式 现在我们有陆陆续续 有看到很多老师的回复 就是有我们等一下再一起来看看 老师的回复 那么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目前我在这个画面 我可以看得到有15位老师有作答 然后我们再给老师一分钟的时间 再等老师路路续续的回答 刚刚才加入的老师 我刚刚看到路路续续也蛮多老师 路路续续加入 然后老师如果刚刚没有看到 这个QR Code老师可以扫 我再给老师再剪短两分钟的时间好了 然后老师可以扫这个QR Code 或者是在我们Meet上面的讯息栏 这边就是有一个网址 老师可以点进去然后填 当你想到AI的话你会想到什么呢 我觉得蛮多老师的回应 跟我们想象的都蛮不一样 而且也蛮特别的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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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那我们时间就到这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就是谈到AI大家会想到什么 有会想到智慧机器人大数据 方便好用出题的好帮手 对蓝多老师提到这个方便出题的好帮手 然后会帮忙做很多事 有叫按绘图提案一个影片 然后Siri 然后那是一个很好的助手 Chat GPT 然后很多提到 让我的工作更轻松 现代摆的哆啦A梦 然后未来趋势 深层资讯 新奇然后很有趣 然后人类躺平 资讯来源无法缺容 我觉得这老师的回应非常的不一样 对好像听起来 好像AI可以帮助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我觉得老师有提到一个很重要 就是让我们的工作变轻松 一部分我希望今天我谈到的AI教学特殊 是真的能够帮助到老师 然后真的能够让老师能够稍微在备课上面 能够稍微轻松一点 但是如果会不会有老师会觉得说 我的资讯量更庞大 我可能有更需要很多时间去筛选 就像老师这边提到的资讯来源无法确认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接下来的这两个小时左右的演讲 就是研习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看到底我们库英提供的AI教学特助 能够帮助到哪些老师哪些事呢 好那我想要再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一样请老师帮我扫QR Code 就是在教学上的话 因为刚刚是提到AI这个比较大的概念 那如果是在教学上 不知道老师曾经使用过什么样子的AI 然后我们给老师两分钟的时间 对就在教学上 因为刚刚有老师提到什么机器人那些都是AI 但是如果在教学上老师有使用过哪一些AI呢 然后如果待会老师的分享 如果老师愿意的话 我也非常欢迎老师就是跟我们一起交流分享 这样我也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然后其他老师也可以学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一样就是给老师QR Code 然后同时也给老师网页的部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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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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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几位人来作答 所以如果老师在课堂上想要使用这个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很方便 你就可以直接确认14位 如果你们班上14位同学 你就知道有14位同学作答了 然后上面这个26是26个回应 因为总共一个人可以回答三个 所以总共只有26个答案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在教学上使用哪些AI 有老师听讲酷音 没错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很大的 全部应该都全部在讲酷英语 只是酷英语里面包含了现在酷英里面的很多AI 其实有AI口说机器人 对所以待会我们也会提到这个部分 然后还有ChatGPT 对现在酷英里面有很多的AI辅助的方式 他其实都是用ChatGPT去产出的 所以老师待会也可以就是从里面学到一些 然后有蛮多老师提到Canva的生成图片 像我今天上课的就是分享的简报 也是用Canva制作的 然后像这个Lingo在酷英里面也有 对所以都非常的方便 然后Palets的模拨画画也算是AI生成图片 因为生成图片对于 我觉得对于英文老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因为就是老师可以透过就是生成图片 就不用像以前这样找图找得非常的辛苦 但是因为如果你的指令只要输入的算不错的话 其实应该原则上在找图上面是会比较 生成图片是比较容易的 然后同时我也想要跟老师分享 就是我今天刚开始研习的这两个活动 就是一个让老师扫QR Code 然后互动分享 这同时其实也可以运用在 如果老师平常在课堂当中 想要一开始想要跟学生有一点互动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有这个平台网站 然后这个平台的网站叫做Mentimeter 我来搜寻一下给老师看一下 分享一下就是这个Mentimeter 然后它进去之后 因为其实现在的注册那些应该都可以直接用 那个Google 可以一起 等一下 好像还在跑 所以就是老师们能够运用自己的账号 然后就可以建立自己的 然后原则上它可以用一些 就是文字语言 或者是用我刚刚的这种不同的方式 然后它可以很快速的就可以跟学生有互动 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分享 然后你分享的话 它可以告诉你说你可以直接是用QR Code的方式 分享还是用连结的方式 所以它其实都帮你做得非常的完善 所以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很快速的让老师跟学生 在课堂上有一个很快速的互动 对 然后这个也是分享给老师 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来讲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那个AI的教学特助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先问大家 就是想到AI会想到什么 大家不外乎讲到的是人工智慧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 节省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后可能让我们更轻松 然后在教学上也多处的老师 其实应该都有使用过的经验 然后今天我比较着重的是在酷音的上面 然后我就来介绍我今天讲课的大纲 就是第一个我会讲到酷音教师的AI特助 然后我还会讲到酷音教学的学习工作区 然后再过来还是讲到语音辨识 其实就是刚刚老师有提到的AI的口说机器人的部分 就是有发音评测系统 然后还有口说评测系统 然后这是口说的部分 然后AI聊天机器人 它一部分是口说 一部分也算是有写作的部分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是写作的增错系统 我觉得这几个是我觉得在酷音上面 对老师来说是比较就是操作上是会 可能平常在备课 然后还有授课上都会蛮有帮助的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然后第一个我要讲的是酷音教师的AI特助 然后我现在带着大家 然后到酷音的平台上面 因为待会我的简报 其实我就是透过酷音自己做好的酷音教师 AI特助的操作说明手册去说明 所以如果老师待会觉得我讲的有点快 或者是有点跟不上 没关系老师您我待会先把这个路径告诉您 所以待会您这个AI的操作手册就放在旁边 您就可以跟着一起看 然后就可以知道到底在哪里了 好 那我们先来登录酷音 酷音 for English 登录进来呢 因为我们课程专区的国中 对然后的教学辅助工具 的这个我们今天要讲 我先要讲的这个酷音的教师AI特助 点进来 点进来这边有一个PDF的图案 所以请老师帮我下载这个 对 他就是一个AI teachers的tools 就是操作说明手册 对然后待会我会先用 这个简报 我待会我会先用这个简报 然后来带大家说明一下 拿这个AI teacher tools 好 我再说一次哦 就是路径是在哪呢 在酷音的首页 特成专区的国中 教学辅助工具的这个酷音教师AI特助 点进来之后的这个酷音的教师AI特助 操作说明手册 我们先到这里 然后让老师先载一下 就是先教出这个画面 因为我怕等一下可能讲太快 老师可能还是觉得会有点跟不上 所以我们先到这里 我给老师简短的一分钟 然后让老师找一下那个路径 然后如果找不到的话 也欢迎老师就是随时提出来 然后呢 来帮一下大家 好我们给老师一分钟的时间 加油 当然 他们也不太大 会来 因为我们就在这一篇 感谢观看 我刚刚有看到老师提问说国小也适用吗 国小的路径也有这个 只是可能待会 我跟老师分享这个AI课注 可能老师因为我主要是国中老师 所以我的例子可能是比较是以国中的范例去说明 所以可能老师可能要再想想看说 如果要在国小上的话要怎么样子 会比较符合就是老师在教学上的适用性 好 那我们就来先讲一下这个AI teacher tools 对 然后呢 AI teacher tools 他就是说这是酷鹰就是团队开发的 然后他是专门就是为了老师 然后打造的教材跟试题制作 然后呢 他是专门为 然后但是我们其实之前在试用的时候 我们觉得其实他出来的试题还是有点偏难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国中生来说其实就有一点偏难 所以在国小上可能老师还要去斟酌看看 老师评估一下自己学生的程度 然后还有整个学校的学习状况 然后呢 他就是说他运用一些OpenAI的资源 然后呢 他有开发三个试题 就是单字阅读跟听力 对 然后呢 他就是重点 他其实是希望就是提供老师一些服务 所以让老师在出题上面能够节省制作试题的时间 然后呢 让老师能够更多时间花在就是教学上面 对 所以酷鹰才就是建立了这一个 然后呢 然后AI teacher tools 他包含了四个部分 所以我们待会我会依序来说明 就这四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单字出题的部分 第二个是试飞题出题 然后第三个是阅读测验的出题 然后第四个部分是语音教材合成工具的部分 语音教材合成工具 其实酷鹰本身就有 就是语音教材合成工具 只是在AI teacher tools这里面 这个语音教材合成工具的丰富性更加的丰富 对 然后呢 他更加的 我觉得他是2.0版 就是更加的多元 然后我们先从单字出题系统来看 单字出题系统呢 主要呢 他就是有四个步骤 就第一个就是出题的设定 然后第二个就是编辑题目 然后第三个调整顺序 然后第四个是汇出试题 然后我们就来试试看 然后呢 我先带大家看一下简报 然后待会我会实际操作一遍 给各位老师看 第一个就是老师在出题的设定之前 能够先打一下您要的序卷标题 对 但是当然这是选填的 你可以就很简单打 例如说第几册第几课 然后或者是你不要打也都可以 但是接下来这个有星星号 米字号的 红色的米字号 就代表他是一定必填的 所以你就需要填你的单字是什么 然后你的词性是什么 然后定义你就可填可不填 对 但是词性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很强调一字多译 所以本身他名词跟动词的用法 可能都会有一些差异了 对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一直按 add new words 就是增加新单字 然后如果你不要这个单字 就把它删掉 然后你就可以设定词性 然后这就是他帮你设定的这些 但他有说 如果你加上一些单字的定义的话 那当然就会能够更有系统 就是更有帮助就是这个后台能够找到适合的句子 然后你也可以输入片语动词 对他有特别讲到 然后你在出题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试题的难度 对 然后还有中文翻译 就是你那个题目到底需要翻译 然后还有没有你要给学生自首吗 有要还是不要 然后老师待会都可以玩玩看 你可以提供有整句翻译的 也可以提供不要有的 然后你也可以玩玩看 有提示的或是没有提示的 然后试题的版数就是他告诉你有几句话 然后看你要怎么样 然后你可以自己选择几题 然后再产生试题 然后他有提到 就是如果你的单试数很多 举例来说 老师可能一口气数了10个或20个 甚至是一整课的40个 那这样子的话 他因为他是AI 所以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可能就要帮他耐心等候 然后再加强调 其实AI到目前为止 其实他还是没有那么的完整 我觉得老师扮演的角色 还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们还是成为最后一道关卡 就是我们要去检查这个试题 到底合不合适 对 因为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bug 或者是有一些根本是 可能当初我们指令 在设定的时候 可能没有那么清楚 所以他就有错误 所以我们先到这里 然后我来带老师试试看 我们回到我们的库音 刚刚有说吗 国小的也是同样的路径 就课程国小 然后教学辅助工具 然后国中就是课程国中区 教学辅助工具 点进来的第一个 库音的教师AI特助 对 然后刚刚有提到 我们刚刚先看到的是 操作手册 然后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 点进来这个 它是一个额外的视窗 对 先确认我有没有 对 它是一个额外的视窗 然后它一直不断的强调 AI出题有限制 所以请老师 务必务必一定要检查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 它有四个 打雷 所以我们第一个 我要先讲的是单字出题 所以我们就点进来单字出题 然后刚刚我们有说 对 所以我之前有输过 所以我就是要写B5L1 vocabulary 所以有哪些 然后我之前都输过 所以我就可能直接点 然后photo 然后我就没有点 然后刚刚有说 如果你要增加一个新的词的话 你就按 然后你再继续新增 因为我之前都有新增过了 对 所以你会发现它其实都有一些 本身就已经有存档 就是如果你之前有打过的话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对 因为Tip本身也有名词的意思 跟don't say 然后一样你要删掉 这边可以按这个删除 然后或者是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然后老师待会可以自己玩玩看 然后自己去新增看看 然后新增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来新增一下 这边你可以选难度 然后其实如果老师学校学生程度 你觉得还是不用那么难 那就是真的选最简单的beginner 但老师都可以玩玩看 因为每一间学校的状况 真的不太一样 说不定有一些学校 国中的程度也算是比较很好 或者是老师教授的对象 可能是英姿班的学生 所以老师在difficulty 这部分老师可能要根据自己的专业 然后去判断看看 然后老师可以先选选看 然后看一下你觉得出出来的题目怎么样 然后再决定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翻译 就是一个是有中文的 一个是没有中文的 就老师可以自己玩玩看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你要提示要自首还是要自文 好 那我现在叫我要整句中文翻译 然后我要有自首提示 然后我的题目 他最多最多可以到五题 所以我就选最多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你比较可以挑选 所以就开始按Generate 因为他说只要你题目比较多 这个版本数比较多 你就需要一点时间 好 所以到目前为止在等待的时间 出来了也 所以其实也没有想象中久了 对 但是在出来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看到我的题目 所以我先给老师 4分钟的时间 5分钟好了 5分钟 然后玩玩看 然后老师说说看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步骤 就是产出这些题目之后 然后再接下来 下一个步骤 我再来教老师怎么样编辑题目 对 所以到目前为止 5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们给老师试试看 5分钟的时间 然后老师在操作上 如果有遇到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您忘记了路径在哪里 也非常欢迎举手提问 然后或者是老师可以搭配 我刚刚有先请老师下载的 那个教学手册 你也可以搭配 那个然后一个一个步骤 慢慢的看 对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接触一个新的平台的时候 其实就是多看然后多点点看 老师不用担心点的不会坏掉 反正就试试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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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不知道在操作上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老师有办法输入吗 好 那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们就来看看老师出完之后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编辑题目 然后这编辑题目的部分 他有这边有一个打勾 打勾的意思就是说 他所有的单字 他预设都是勾学 因为老师已经把这些 就是单字书上去了 所以他觉得这些单字应该都是老师需要的 所以他每一个都会打勾 然后如果老师突然想到 我觉得好像考卷出太多了 那如果我不想要的话 你就把它点一次然后就取消了 然后接下来他 他这边的范例是三句话 那因为我刚刚的是五句话 所以就看老师当初在出题的时候给几句话 然后呢 老师也可以同时就是再做修正 就是具体来说 您可能觉得他的有一些单字 用的单字可能句子里面 单字有点太难或是太深色 很不适合国中生 或是不适合国小生 老师也可以再进行调整 然后或者是你觉得他的中文翻译翻的 有点奇怪 不太通顺老师也可以自己再调整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出完之后你还可以调整顺序 就是我出完题目 我还可以把顺序调整一下 就是我可能觉得我当初 我当初书的单字可能是按照课文的 第一个单字到最后单字 但是因为我想要就是稍微调整一下 所以也可以直接shuffle 就可以直接调整顺序 或者是老师可以自己移动都行 然后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 然后来带老师操作看看 这是我刚刚出完的题目 对 然后呢 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打勾的部分就是 如果我这边选掉 因为我刚刚出了六题 但我突然觉得 我只要出五题就好了 那我一个单字我不想要 那我就可能把这个photo就把它拉掉 这样photo就不会出现了 然后crazy你看它就给你五句话 我可能觉得说嗯 我比较想要的是这个 好 对那我选这个 然后如果老师喜欢这个 然后你也会发现看到 roller coaster 它翻译翻过山车 但是我们好像比较少这样翻译 所以如果老师刚刚我们提到 Edit 老师可以再点进去说 哦 我觉得这个有点那个翻译 应该不是那么适合 我觉得可能比较翻就是云霄飞车 那学生比较了解 对那你就可以直接删掉 然后直接在这边进行修正 嗯然后 那我要这一句 那我就选这一句 然后tip 然后老师也会发现 tip它这边就同时出现了 有一字多一哦 你看有少费的意思 然后有技巧的意思 所以老师到底是要考少费还是技巧的意思 所以这也是同时 为什么刚刚他希望就是如果您老师们 可以在上面打一些 definition定义的话 会对于它产生句子会比较有帮助 对 所以可能例如说 我可能就是我想要的就是小费 所以我当然就选这一个 然后habits 我可能觉得这个比较适合 然后drum 我就可能觉得这一个 好我选完了 angry sorry 这边 那我就按next 下一个 然后刚刚有说嘛 就是我可以shuffle 就是我直接可以这样一直按 然后他就可以一直排序 或者是我直接这样排 我觉得我要哪一个 我可能觉得说 我觉得这个单子比较简单 这个单子比较简单 然后再过来哪一个先 然后就是慢慢的去调整 就老师可以自己调整 然后调整完之后 然后可以再按下一步 然后呢 这边谈到的就是会出试题 就是会出试题 党名你可以再重新输入 或者是如果刚刚一开始 老师有输这个表头的话 他其实就直接会进来 然后他会有两个可以下载 一个就是quiz 然后一个就是answer sheet 所以答案在这 对 对老师都可以把它载下来看看 所以如果你点他就会载下来 好到目前为止 就是老师可以试试看 就是我们从就是产生题目之后 然后呢老师可以去选择勾选 你要哪几题 然后再试试看整个排序 然后来汇出试题看看 对我们到目前为止的部分 然后不知道老师试试看 然后操作看看 看有没有什么状况 然后有遇到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再来一起讨论 然后一样就我们给老师5分钟的时间 对试试看 因为有时候真的要操作看看 才知道可能会问题出在哪里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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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 veramente 谢谢 谢谢 O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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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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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然后呢 因为 感谢观看 然后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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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感谢观看 有美式及音式发音,男生和女生,以及不同音色,例如成人,小孩等声音可供选择。 系统不限对话人数、句数,帮助你轻松制作课文、试题,还有绘画的语音档。 Voice Studio的操作相当简单好上手。 首先,请使用桌机或笔电开启Voice Studio。 开启后请在文字栏内输入与转换成语音的文字。 复原动作时,请使用Ctrl、加Z。 取消复原时,请使用Ctrl、加Y,或是Shift、加Ctrl、加Z。 按下Enter键,新增一个对话框。 使用上下方向键,切换由标志不同对话框。 点击人声设定栏位,选择腔调与人声。 再点击左侧播放键,聆听单据音档。 还能设定不同人声,制作对话音档。 语音及对话内容完成后,可点击最上方的播放键,制作并播放一整段音档。 确认完音档后,点击下载键即可下载音档。 除了以手动输入内容,亦可使用汇入功能,以次将大量文字制作成语音档。 若要使用汇入功能,请先点击范本,下载半例Excel档。 开启Excel档后,于声音栏位下拉选择人声。 于内容栏位输入欲转换成语音之文字。 完成Excel档后,点击汇入,并选择该Excel档。 汇入档案后,系统会自动将人声与文字内容填入对话框。 如果要暂时储存人声级文字内容,可以点击汇出,输出Excel档。 请注意,汇出功能仅汇出选取的人声级文字内容。 套用的进阶设定无法一并汇出。 于下次使用时,点击汇入,将Excel档汇入制系统,即可再次编辑内容。 以上是Voice Studio的基本设定,大家都学到了吗? 下部影片将介绍Voice Studio的进阶设定,让语音档的制作更加完善。 更多丰富的英语教材及资源,请至Cool English英语线上学习平台。 然后老师也可以发现,其实现在酷音提供的资源真的非常的完整。 然后你看他连就是影片也帮老师剪辑完了。 其实他影片的内容呢,主要也是从操作手册说明来的。 所以老师可以再移动到你的操作手册。 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然后刚刚有播放一次影片了,可能会有一点点概念。 然后呢,我再讲述一次。 然后呢,一样再让老师们就是真的操作看看。 对,然后他说Voice Studio,就是基础设定,就是选择桌机或者是笔电都可以。 对,然后呢,一样就是因为刚刚的那个语音合成工具就比较简单。 他就一位人。对,所以通常就是一个人或者是老师平常训练演讲的时候学生需要的就是一个人的这样子的方式去讲。 然后就是我们他可以按Ctrl-Z就复原动作,就是一些快捷键的说明。 然后呢,按Enter就可以一直增加新的对话框。 然后你按上下键就是去调整。 就是说你刚刚要输入Christopher,然后现在是要Gen,就是你可以上下下来去调整。 然后一样跟刚刚一样,你可以点选。 你可以选择你的语言是哪一种,然后还有你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你再点击播放键,然后呢,来听听说,哦,你刚刚打完这个,你觉得句子怎么样。 然后你一样可以设定不同的人生,像现在有一些县市可能还有在比那个读者剧场, 你可能就会透过你需要很多不同的人生,可能有一些是老了,有些是小孩, 然后有一些是不同的男生女生,所以可能就是要花老师一些时间去挑选说你觉得适合的, 然后你就可以做成一个对话音档,老师就不用那么辛苦,一直念学生听, 一直念,就学生可以自己听音档就可以了,对,然后他也跟你说,就除了你可以手动方式汇入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汇入,就是如果老师有电子档的话,你可以直接用Excel的方式,然后去下拉, 那就可以直接把汇入进来,对,但他后面讲的是说,如果进阶内容的话,就没办法汇出, 好,所以我们就是刚刚是基础设计的部分哦,所以我们先回到我们的就是这个界面, 嗯,对我们刚刚这个酷音AI的特助,刚刚有讲到单字适配题,然后现在语音教材合成工具,进来之后,对, 就会去长这样子的一个界面,然后跟刚刚比较不一样,就是比较多嘛, 所以我们刚才说他可以按Enter,大家还记得吗,Enter,Enter的就多很多, 所以我现在不要,我就按那个Backspace,Enter,Enter,Enter,然后一样, 这边你可以去调选,就是说我要一个是male,一个是female,然后呢, 可以打Hi,How are you? 对,可以播放, 我可能觉得这个男生的声音我不喜欢,那我换另外一个男生 对,就是可以自己去调整任何的,然后呢,一样,他就说你可以就是按上上下下, 然后呢,又按上,就是我要调上面的下,就是我这样,然后你也可以直接用游标去移,都可以啦, 然后一样,我不要那么多,我就把它删掉,然后我要再多一个人,就是按Enter, 所以这个是刚刚讲到基本的,就是你可以先知道,然后呢,你可以一口气全部播放, 就用下来打, Hi,How are you? Not good Why?我觉得很简单的那种,有个选择, 等一下,应该要有男生女生的差异 Hi,How are you? Not good Why? Hi 对,然后你也可以一句一句播放,都可以 然后当然刚刚我说嘛,你可以用汇入的方式,所以你就先把范本下载下来,然后再用汇入的方式汇进去 然后这边我给老师试着操作看看,我给老师5分钟的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第一次接触可能需要一些了解的时间 对,所以老师待会可以操作看看,就是我们先基础设定的部分,然后待会我会讲到就是进阶设定,进阶设定就是右半边,大家有看到吗? 他有一些什么停顿,然后还有加强语气,然后还有速度,然后还可以调整声调就是更进一步的内容 嗯,所以我给老师5分钟的时间,然后试试看 就是关于这个,刚刚的这个 语音的教材合成工具这边,然后试试看 然后如果老师觉得蛮简单的,那老师也可以玩玩看,就是进阶的部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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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语气强弱后按加入 加入后会看见标记显示于调整处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标签显示开关 显示或隐藏标签 若要删除标签显示开关 显示或隐藏标签显示开关 现在就开启 好那我们就回来刚刚刚的这个介面就是刚刚他其实影片讲的蛮详细的然后我刚刚看到我这边有老师提说就是他想把扩音AI生成的对话文章复制贴上然后不接受只接受输入老师我刚刚有试试看就是这是我刚刚的生成的对话文章 然后老师您试试看 应该是可以接受复制贴上的对就是Ctrl C加Ctrl B或者按右键复制贴上应该都行老师再试试看 然后旁边呢这边就是刚刚他提到的就是一些进阶的设定 然后一样我刚刚有给老师看影片也是同时跟老师说如果老师要跟其他老师分享的话就是也可以透过给老师看影片然后或者是这个手册的部分 我们就多看几次就他右侧有很多的进阶设定有关于停顿 语气速度然后还有声调跟音量 这就是我们最常讲的嘛就是我们说话一定要一扬顿挫 我不会都是很平的这样一直这样下去学生就睡着了然后我们大家也都睡着对就是讲话会有一些起伏 所以我跟学生讲说当你演讲的时候也是一样 然后你在读著剧场的时候更是因为你要有一个声音会有一个表情对所以下来就是停顿就是老师可以试试看就是你可以按 看你要在哪里停顿就按然后按加入然后秒数也可以如果真的超久的 就是那就是一个要情境下才去试试看的地方 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点选就是这个标签是要开还是关都可以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就是你想要删掉的话就直接按Delete跟Backspace 这个跟我们平常在使用电脑的操作上都是一样的对 然后加强语气就是你选的这一段然后你想想看你想要怎么样子的语气 这样Strong就可以加入 但有一些我觉得它其实呈现出来没有这么的强烈 所以老师可以玩玩看试试看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呃就是如果你觉得嗯我不想要这个那就可以自己再把它删掉就好了 然后速度也是有一些地方可能你需要他讲很快 然后有些地方你想要他强调所以要讲得非常慢 对也都可以所以速度也可以有再去勾选的地方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他的其实他的那个规则都是一样就是他教了一个就是跟你讲说你可以怎么样删除他或者是怎么样修改他都是 然后一样你声调你想要很low的还是很high的都可以就是进行这些调整 对然后音量也是如果你想要很大声或超大声或是小小声很小的声音都可以 所以老师们都可以玩玩看然后最后当然记得不要忘了要记得你先播报完之后要记得把它下载下来听听看 对然后呢我们语音合成工具说到这边刚刚好然后一下也三点然后让老师玩完看这个进阶的部分 然后同时老师也可以利用在下课10分钟可以试试看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 除了语音合成工具 还有这个 这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单字出题系统 然后还有是非题出题系统跟语音合成工具 我们阅读先跳着还没有讲 所以我们待会我们10分钟回来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讲我们的阅读测验出题 然后也辛苦老师了 就是我们下课休息一下 然后可以去上个厕所喝个水 宝宝这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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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今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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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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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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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需要需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